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土飞扬 在天荡山脉雨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 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死 死了吗 秦熙和一帮宗主们 都是面色苍白 艰难的问道 绿之园摇了摇头 他也完全一无所知 两人的战斗 已经彻底超出他们的认知范围了 而此时此刻 他内心也说不清楚 到底希望谁胜谁败 也许更多 还是期望李云霄生死 毕竟自己跟他有过节 如此恐怖的实力和天赋 一旦报复起来 整个绿家将再无立足之地 且地厅一角之下 方圆上百亩的建筑 尽数毁于一旦 化成废墟 而秋木杰正下方 则是一个巨大的黑坑 深不见底 甚至一点声音都没有 秋木杰揣袭了一阵后 双眼渐渐变成妖异 往下方凝视而去 以他的目力自然发现了坑内 根本就没人 顿时瞳孔皱缩 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刚才一脚之力 让他原力和身体都大受损伤 虽然没有指望抹杀对方 但至少应该重创才是 而此刻看来 似乎和预想的相差甚远 他一颗心立即警惕起来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 啪 天空上突然青光一闪 一道雷电划过 李云霄刹那间出现在秋木杰上方 满身是血 面色一片冰冷 双眼中透出无边杀气 整个人瞬间化雷 漫天雷光一下散开 本少纵横天下多少年 即便是死 也从来没有被人用脚踩过 今日不把你轰成碎末 难消我心头之恨 李云霄气得蹊跷冒烟 一只手高高举起天锤 大片的雷光涌动 天地间无数雷霆汇聚而来 整个天空瞬间化作雷海 向四级环宇铺开 自成一界 秋木杰大害不已 看着那几乎与雷霆融为一体的李云霄 心中涌起惊涛骇浪 就在这时 那雷海之中出现一双金灯式的眼睛 透着胸盲 随后整个青色怪鱼的身体浮现出来 张开鱼嘴就吐出一道凌厉至极的雷电 那道雷电射入雷海中 朝李云霄击去 笑话 这片天地之间 本少就是雷神 李云霄怒目原睁 左手画作巨大的雷光 凌空一抓 直接将怪鱼吐出的雷光抓在手中 猛的一卧之下湮灭 更是吸收到了身体里当成了养料 等收拾了这疯子 再来把你劈碎 李云霄狠狠的瞪了那怪鱼一眼 便单手掐觉 天锤上的雷光凝聚到了极限 闪动着异常骇然的电芒 像是一条条青龙在长空游走 秋木节 给本少去死吧 五雷轰顶 那锤子猛的砸落 无数雷霆喷涌而出 化作巨大的柱子 通天灌地 轰落而下 天地之威如同雷劫将士 秋木节在那雷微之下 彻底的被禁锢住 想要瞬移也完全不可能 每挪动一下 身躯都十分困难 他面色骇然 额头上不断爆出冷汗 双手飞快夹绝 在身前画出道道残影 身后更是涌起无数黑色符文 秋木节的脸孔突然变得扭曲起来 似乎异常痛苦 背后突然飙射出两道血线 肩胛骨猛地突了出来 啪 一道黑芒乍现 他身后竟然浮现出一对巨大的黑色羽翅 伸展开来 遮天蔽日 不齿 那羽翅一扇 顿时无数黑色符文环绕出来 在空中不断飞旋 那股 置顾他身躯的空间之力 瞬间一减 黑泽之鱼 秋木节大吼一声 再用力一扇 那无数黑纹逐一幻灭 整个人一下突破雷界之力的压制 瞬间就冲了出去 无穷雷光轰剑而下 直接落入风林城内 大地瞬间被击得粉碎 恐怖的雷能更是化作一波波的浪涛 向四面冲去 之前被地厅一族震出的废墟 更是扩大了一倍有余 尘土飞卷 如同世界末日 那些还在城内的舞者 全都是遍体发凉 额头上冷汗如雨而下 如此恐怖的雷能 若是挨上一下 不死也几乎废了 绿之元也是脸色发白 心中一阵焦急 他刚才已经用影像 把风林城发生的一切尽数 传去了红月城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红月城派强者来救场了 劈里啪啦 整个天地间 都是雷光浮现 电弧闪动 在清历一击后 漫天的雷云变得稀疏许多 整个城池上空的雷电厂能 也渐渐削弱 青色世界变得惨淡不少 秋暮节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 望着城内那如同末日一般的景象 只觉得喉咙一阵干渴 李云露面色冰冷 似乎在发泄了一下之后 怒火也逐渐平息 双眸之中慢慢的恢复平静如水 但他脸上的杀意却丝毫未减 直接抬起手来 一直朝秋暮节点去 噼啪 空中一道雷电飞速击落而去 电芒威力不大 但速度却比先前那招五雷轰顶 要快上数倍不止 秋暮节面色一变 双翅微微一抖 黑雨上浮纹一闪 整个人便瞬移而去 下一刻直接出现在摆杖之外 我的黑泽之语 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空间神通 配合老夫强大的精神力 天下无招可以伤我 秋暮节一脸的得意之色 脸上露出傲然之色 李云霄莫不作声 只是五指连连弹出 天上的雷云不断涌动 里面无数雷光翻滚 像是有龙形其内 腥风作浪 突然间天地一沉 那大片雷云内 涌现出无数光芒 化作一道道雷霆 横贯长空 雷环风暴 李云霄大喝之下 一个巨大的雷电星环 在空中出现 足有数百亩之大 一个青色磨合骨子 闪现其内 随后漫天之间 雷如雨下 轰落大地 秋暮节猛吸了一口冷气 浑身一阵发冷 这种大范围无差别攻击 虽然力量不强 但自己真的是插翅难飞 他猛的挥动双翅 黑色的纹路狂涌而出 空间之力不断浮现 身影在漫天雷霆之下穿梭 但那雷雨太过密密麻麻 根本躲不胜躲 秋暮节惊怒之下 大吼疏声 终于发狂起来 凶鸣利爪再次浮现 将落下的雷霆 直接打碎 顿时雷光飞溅 他周围近视各种 狂暴之力冲击 下方的绿植员等人 看得心惊肉跳 这等恐怖的威视下 大半个风陵城 估计都得完蛋 突然天上那悬浮着的青色怪鱼 猛的睁圆了双眼 一下子金光闪烁而出 肚皮下的鹰爪猛然变大 肥胖的鱼身随之收缩 便瘦了数圈不止 凌空一疼 就像是老鹰一样 俯冲而下 向李云霄抓去 此刻秋暮节 也是脸色阴沉无比 不断用凶鸣爪将雷霆击散 同时双翅拼命闪动 朝李云霄方向冲去 李云霄面带讥讽 双手绝印一变 天上的雷霆骤然舒缓 他左手上一道白光转动 画出天光剑侠 掙 绝印一点之下 无数北天寒星剑飞射而出 尽数展向秋暮节 二十四剑 画成巨大的剑阵 其中满是剑幅飞舞 寒气逼人 秋暮节心中一惊 一股凌冽剑气扑面而来 他急忙双手乱舞 将道道剑王打散 而剑阵之威似乎刚刚开启 更为恐怖的是 剑势演化万千 层层叠叠落下 无穷无尽 他猛的一收黑泽之雨 一圈防御节界疏然散开 警惕地盯着剑阵 双眸中浮现出异色 完全不是人类的双瞳 开始仔细观察着阵法的弱点 李云霄二十四剑一出后 天光剑霞直接在手中引没 不慌不忙地双手结印成龙形 直接往那俯冲而来的青色怪鱼抓去 卡 四爪相碰震出金光 李云霄猛地一抓 死死地握住青色怪鱼的双手 整个身体被那俯冲之势 带着拖行了数百米 才猛地一脚凌空后踩 砰砰砰地连串空气炸开 才将失去的身形稳定下来 他黑笑一声 体内不断地发出沉闷的暴响 浑身的肌肉一下子鼓涨起来 恐怖的力量澎湃而出 而且太古刚风之力呼啸而起 从他的身上悬开 起 李云霄大吼一声 借助那刚风之力 顷刻间就拖动那青色怪鱼 在整个天空上旋转 呼呼呼呼 旋力是越来越快 青色怪鱼被转出无数虚影 几乎看不清真身了 我的天哪 风铃城内那些还在观战的舞者 全都目瞪口呆 吞咽口水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一个个惊恐不已 要将一名形同战舰一般的怪鱼 玩弄于掌尖 这是何等气力才能做到的事 其实他们都高估了李云霄的力量 只不过是巧妙用力 再加上刚风辅助 这才四两拨千斤 将战舰鱼悬了起来 什么 不远处的秋木杰也是浑身聚颤 眼珠子都惊得要掉下来了 张大嘴巴彻底实化 直到树柄长剑斩了过来 他才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急忙闪躲开 而同时让他心中骇然不已的是 这方剑阵虽然不胜完整 但却毫无破绽 变化万千 唯有以力破之 秋木杰大吼树声 眼眸中胸光暴喜 双手疏然紧握 身体上传来阵阵暴声 在不断的变化 整个体魄顷刻间就膨胀起来 像是冲着气一般 变得魁梧异常 身体上如同钢铁一般 透着光泽 看似坚固无比 而抱粗了数倍的手臂 则是长满金色绒毛 还有数不尽的符文烙印其上 更有各种古怪文字 从双臂中飞出 难以辨识 感谢观看